接下来我们来看这边曲面的画法 我们首先先来看一下2.7的工作图 大家看到剖面细细的图 它的曲面高度是14.5-0.04 那我们这边取中间值是14.5-0.02 出来是14.48 那它整个板子的厚度是15.5 表示说我们从上面的几整面要往下多少才是曲面的高度 就是板后15.5 剪掉我们刚才说的14.48的部分 那我们来画全面的部分 首先平移点选这个直线按Enter 立轴我们要让它往下长多少 现在我们来看全面的方式 這邊因為是往下所以要加符號 往下1.02 我們全面是從這邊開始畫 那接著 點選直線 點它 注意喔 這個是點它的焦點的部分 我們現在要做它的外邊框 點它 按直線 找方位 這是直接拖一下可以 再來 這條線OK 接著畫這條線 畫一邊 一樣從這邊畫下來 這邊記得要按 按下去 它才會呈現 直線的狀態 找到它的 顯示圖 往下拉 完成 打勾 那這兩個邊界我已經做完了 我接著 這邊要做一個圓弧 表示它曲面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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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現在第一個步驟 必須讓這條線 延伸到這兩邊 我才有辦法去做曲面 相切的動作 那這個地方 把你的滑鼠尖頭移到這邊 這邊是呈現一個3D 你可以試試看 如果這邊是3D的話 我要做延伸 點它 它要延伸到這裡 它是說物件不相交 因為它不是在2D的情況下 所以它沒有辦法做延伸的動作 所以這邊要改成2D 這邊點一下 點一下 點一下 我們再做延伸 它要延伸到這裡 它要延伸到這裡 OK 那延伸的動作就做完了 接著我們要做圓弧 我可以看這個曲面 看一下它的上市圖 剖面吸氣的部分 它有給你它的曲面 按一下 半徑是20 點選它 會自切糊 點這條線 找到它的中心點 點它 選這邊 它的半徑是 20 打上去之後 打勾 這邊就完成了 那這邊要把它延伸到這條線來 一樣 延伸 打勾 接著做 修剪的動作 分割 修剪 把不要的線 刪掉 那我們的曲面 這條線就做完了 我們稍微移一下 稍微移一下 我們可以知道 我們做出來的這條線 剛好是在這個邊界上 那這時候 我必須要讓它往前移 移到它 我們曲面是這個區塊 所以要必須往前移 移到它這個範圍裡面 平移 選它 Enter 那我們回到 浮視圖 我們剛才選的線在這裡 這邊是有個灰色的 比如說我們剛才選的線在這裡 它必須要往上 那是外的方向 外的方向往上多少 這邊大家可以定 打打看 10 還是11 看一下 這不可以剛好直接切起 要留一個距離 所以我們用10 好選 移動 打勾 好那這條 曲線這邊 完成 那我們如果要 形成一個面的話 它必須要有幾條直線 是兩條 所以我這邊 也必須要有一個曲線給它 一樣我們用這個 平移 它 Enter 往上移 所以是移多少 20 20 不夠 25 28 好像太大一點點 做微調 27 差不多 來這個地方要選 複製 打勾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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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